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世纪30年代欧洲抽象雕塑艺术的发展 发挥过革命性的影响 巴巴拉的初期作品带有某种类似于自然主义的风格 在造型语言上与摩尔的鸽子有着共同之处 但也就从这个时期起 他开始在作品表现形式上追求一种简洁明快的风格 即至30年代初 其作品已完全抽象 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是木雕和石雕作品 因为这些作品表现出与自然的某种亲和力 而这种影响也随着他的迁据带到了圣埃夫斯 早在30年代初期 克普沃斯的雕塑作品 就已经开始尝试运用抽象雕塑语言 1931年 他的有孔的造型就引起了雕塑界的关注 正如雕塑艺术评论家埃隆沃尔金森所指出的那样 巴巴拉克普沃斯构筑的这个抽象空间 成为他的和摩尔日后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艺术特征 这件作品由此成为他艺术风格 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30年代中期 尼克尔森 摩尔和他与国际知名艺术家的往来 进一步促进了其抽象雕塑艺术的发展 可以说 20世纪30年代 是赫普沃斯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OS 1946 在赫普沃斯60年代和70年代的作品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回溯30年代抽象艺术的印记 30年抽象艺术中的造型简洁性 再一次出现在诸足三个半球 这样的几个造型作品中 赫普沃斯还重新演绎了30年代一些艺术作品的主题 此外 他的一些小型抛光青铜雕塑 具有建筑般的灰红气度 给人以一种户外大型雕塑作品的感觉 如在三种形式和方形等作品中 平直的面与原形的结合 不由的令人想起 他在60年代创作的纪念碑式的青铜雕塑 有双环的广场1963年和四方形1966年 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 巴巴拉克·普沃斯创作了一系列高抛光青铜雕塑作品 从而更加丰富了他后期作品的内涵 也反映了他对色彩的运用 除抛光青铜作品外 他的一些大理石雕塑作品和十满雕塑作品 也有着抛光青铜作品一样的光泽 虽然他的抛光青铜作品常常是小型作品 或是在暗头摆设的作品 但巴巴拉克·普沃特别喜欢创作这样的作品 他令人着迷 如同绘画和素描一样 OA2 Forms 1972 Singapore Memorial 1961到6200 20世纪60年代 巴巴拉克·普沃斯开始对太阳、月亮和大海之间的关系 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曾这样描写道 太阳和月亮从东方升起 将灿烂的光芒照射在水面上 从他的雕塑作品代显的盘 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新事件 1962年至1963年 他为纽约联合国总部创作了标志性雕塑 这就是安邦在大厦前草坪上的青铜雕塑单一的形态 他通过空洞从一个封闭的实体 转变为开放式的与环境合为一体的新形体 以充满弧线的形态 在坚硬呆板的建筑框架线条中 起着柔化视觉的作用 在20世纪雕塑艺术世界里 巴巴拉克·普沃斯 不仅是英国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 也是国际现代主义雕塑界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 在数十年的艺术创作中 巴巴拉克·普沃斯曾接受许多公共艺术项目 也被授予过许多奖项 1959年 他获得了圣保罗双年展大奖 1965年 他被授予英帝国女爵士薰卫 1975年他去世时 欧美各国主要美术馆和博物馆都收藏有他的作品 最近几年来 国际雕塑界和收藏界 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那些尚未收藏有他的雕塑作品的博物馆 画廊和收藏机构 都在争相收藏他的代表作品 并把他的作品视为最重要的藏品 目前 他在康沃尔俊圣埃夫斯的工作室 已经成为一个犹太特画廊 拥有和管理的美术馆 专门展出他的作品 《巴巴拉克·普沃斯女爵士》 D.B.D.B.Dembovara Hepworth 1903年1月10日1975年5月20日 新文章源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